目前就读阳明交通大学运输与物流管理学系三年级的曾凯杰 针对内湖成功路二段提出交通改善计划 让车流速率提升48% 担任小黄司机的吴松环 则是针对巴德新生高架路口提出塞车检方 两人都成为台北市交通瓶颈改善计划的得奖人 打算透过这次的计划去改善这里的机车的问题 就是包括设置偏心式车车道 还有就是让路口的线形做调整 因为那边的号字两边是同时的 也就是说依照规定左转车要等执行车先走完才能左转 往往这个时候灯号都已经变了 大家都在这个时候抢着要上闸道 这项计划是透过公民参与公司合作 由民众提出交通瓶颈改善建议 每岸都经由专业现场会刊 并提报专案小组讨论 最后在一评分结果颁发奖金 奖状或行政奖励 这个计划是从5月12号开始 一直到8月12号截止 那在整个计划的过程中 我们总共收到了163个案件 在163个案件里面 有26个是针对交通瓶颈改善的部分 目前共有26案正在执行 虽然已见初步成效 但交通局表示会持续观察 希望透过用路人的视角 疏解车流 改善台北市庸塞的交通现况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